這些年來,我遇上不少的客人 也預約了不少的客人 通常他們給我的感覺都是 叔叔,原來你約得到 外面都傳聞你不在跟請你 不然就是說你請你很貴 而且從我的朋友的聚會 他們也說,外面都傳說 你現在已經退休了 沒有再釋青了 而且釋青很貴 但是就在大年初一吧 我有一個老客人來給我紋身 他才了解到真正釣案的釋青 一點都不貴 也不像外面傳聞的 八千、六千、一萬、幾萬的 而且也沒有退休 也沒有專刺黑社會 所以咧,這讓我感覺 人家說人言可畏 這四十幾年來 我專長在我的資料在打招 人家說咧,不遭人度是擁財 可能我們是什麼方向都會 就會收到一些流言蜚語的傳聞 我常說不要聽說 如果是在人生的哲學上 如果說聽說那個人 其實就是他想說的 所以咧,釋青很愛恥禮 釋青只有恥禮可以駕馭釋 釋青一直沉醉在恥禮跟文生工具的研發當中 而且釋青非常自律、自愛 所以釋青一直很愛恥禮 希望就 教育釋青很聰明的人 不用懷疑 不用聽傳說 讓你們知道釋青這個叫做傳奇 不是叫做傳說 釋青說恥禮的每一百很聰明 十幾年後 二十幾年後 永遠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今天大年初五 心血來潮 來一個鑽子 來和大家分享 也歡迎大家 來讓釋青恥禮 繼續來支持釋青 繼續釋青恥禮的藝術 感謝 新年快樂 雙年大大發財